他想問你小米1810 他說現價值得不值得博? 他沒有貨在手的 小米你問我這隻股份 就一直都看得不太好 當然你說近期就利用觀音素影響 疫情那邊就令到 內地很多手機就出不了 或者你出到都沒有人買 對於小米就一定有影響 另外因為它有很多手機 就出口去歐洲那邊 現在歐洲經濟就可能 受到俄污事件影響 會有一個轉弱 另外那個購物費 就是運輸、物流成本 都仍是高期 所以對於小米的業績 我覺得是會有些影響的 還有接下來你說要再搞電動車 你現在都看到了 內地電動車的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 那很多的車企 都可能在價位上面 就算你說加來轉價成本也好 但是加幅很多都不敢說 加得太過進取 如果你說小米現在這一刻 才去銷錢去造車 那你說可能兩三年之後 當你有些車出了 但是到時候 整個行業還是不是 處於一個高增長的行道呢 或者競爭上面 會不會都令到你出到一些車 但是你的利潤都會受壓呢 所以暫時我覺得小米這個造車業務的發展呢 對他的股價來說 是反而是一個拖累點來的 那所以你看到基本上 由他宣佈造車之後呢 那個估計一直都是滑下來 那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那譬如11元左右 有些支持 可能短期做反彈呢 不出奇 但是我自己覺得那個反彈的空間呢 都相對有限 那可能去回12元 或者再高一點 譬如20天線那些位置呢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那就是你會建議去 就是可以吸納呢 還是說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那當然不吸納了 如果你說本身我看淡的小米 那當然就不建議吸納了 就是純粹當然你短線的角度 你博反彈 這些就任何股份你都可以做的 就是如果當你就是純粹看一些支持位 純粹看一些 就是一些支持位 那你說純粹博反彈 就是幾個百分的 那這些就自己去看短線操作 如果你問我 在一個基本面分析一個 中線的一個價值的角度來講呢 這隻股份就不是說太值得去買的